! 哈囉大家好我是Gina 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彩妝 要用3CE的全部商品完成我的這個妝容 我前陣子有買一些新品 然後就一直放一直放一直放 然後又變成舊的 然後又再買了新的 然後再eat fun,eat fun,eat fun 我今天呢,這是把我的懶惰蟲打敗 外面還下雨 超想睡覺,超想吃東西的 但是我都拒絕了 我就坐在這裡,把這個影片拍完 這支影片呢 零業配,零置入 把我比較喜歡,比較推薦的幾個單品呢 上在臉上 也會跟大家分享 推薦幾個我喜歡的色號啊 不太需要買的東西啊 都會跟你們分享 如果從以前到現在 就有follow我的人都知道呢 我超愛標業配的 會在一支業配影片裡面 標超過三個地方 所有合作文章 還是貼文呢 一定都會有合作的標示 那我覺得這是我對我自己讀者的 一個認真負責的態度 而且在國外呢 藏業配是一件很嚴重的事情 但是我還是會收到很多 比如說我說這個東西很好用的時候呢 就會有人質疑 是不是業配是不是有收費 但是呢,我所有所有的資訊 都會寫在下面 我有收錢我就大大方方的告訴你們 我有分潤我就大大方方的告訴你們 作為一個觀眾呢 你可以更快速的選擇 你要不要看這一支有收費的影片 那至於其他的人 要不要把合作標示標出來呢 就不在我的掌控範圍內了 希望我和我的水水們之間呢 不要有太多的懷疑猜疑 我不敢百分之百的說 我對這個我現在喜歡的東西 以後會不會變心 但是至少當下我是真心誠意的 那有業配合作 當然是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啦 看吧我這個很展瞭的阿姨性格 又不小心跑出來了 從以前到現在 非常非常感謝大家聽我囉嗦 好,來,完妝之後是長這樣的 水的 今天影片很值得看 最新的這一次我買了一個 袋子 買這個的時候呢,是還沒有三級之前 那時候想換一個卸妝油的收納袋 但是發現好像有點偏小 拿一個眼影盒比一下大小 裝一些眼線筆啊刷具是很夠用的 但是如果要裝卸妝油 或者盥洗用品的話 可能會 先跟大家推薦一個東西 就是這個 刷具套組 像這樣子的粉紅色刷具 然後它會把你裝好 裝在它的這個收納包裡面 收納包裡面還有一個可以放海綿的地方 整體顏色配起來超級好看 我每一次出去玩啊 然後桌上不小心放了這一組刷具 一定會被問爆 是真的問爆的那一種 刷具的種類跟品質都很好 像是這種厚毛刷 極軟極豐富 而且你不會覺得它是塑膠毛 眼影睫毛眼線刷這種啊 它就會附雙頭的 讓你可以小小一包 但是有很多很多的刷子跟功能 這邊有一個小扣子 磁鐵扣 就把它扣起來 這樣就一包了 之後贈品是一個底妝 可以選自己的膚色 我就想說 欸太好了 我選的色號是Soft Nude 哎呦 看起來非常非常接近我的膚色囉 很好推 邊邊開始有一點霧化了 霧化之後顏色變得比較暗喔 猶豫要不要上額頭 基本上我是都不上額頭 然後我要美妝蛋 因為我是大乾肌 擦完臉整個大提亮 但是我們要等它 看它氧化之後的顏色 整個比較均勻 可是黑眼圈是 感覺不到有遮瑕感 那我們再加強一下 妝地溫層的話 很明顯的就有遮起來了 整個妝面變得非常的霧 跟美妝蛋上面的水一起拍到 皮膚上面 覺得整個膚況很好 但是我們要看一下 它待會自己變乾之後 會不會對乾淨來說太乾 再看一下 拉近後的效果 這邊還有一些小泛紅啊 嘴角的暗沉 比較明顯 鼻翼也沒什麼卡粉 就是非常好上顏 現在目前上半邊臉的感覺呢 我覺得應該是 台灣女生會很喜歡的妝感 它不會太霧也不會緊繃 有一定的遮瑕感覺 但是不會太重 整體看起來是比較自然的霧面妝效 我這裡有一盤這個 我很少用它 但我現在想說來遮一下黑眼圈 上面都沒有用過 我只用過這兩個 摸起來超級油 好像有一點太白了 像剛剛那樣用了霧感的底端 還蠻適合眼下的 因為它的那個潤澤感比較重 所以我眼下這邊呢 就不會太乾燥 差不多遮這樣子 修容 我覺得它的顏色對我來說 有一點點太淺 我覺得3CE的粉狀 就像眼影啊 腮紅 修容 這些 它的粉都很細 因為你手一摸上去的時候 你會有一個爽感 很滑很順 通常買3CE的粉狀商品 我覺得都不太會雷到 但是就像這個一樣 刷不太出來的顏色 就是色號的問題 好的 反正今天沒有要幹嘛 就簡單說一下 是有一點點啊 一點點感覺 現在要戴口罩出門 大家化妝應該都非常的自然 用個白色的定妝眼皮 我最近用到一個 非常好用的去眉毛產品 你們想看的話 我再拍給你們看 真是神物 我來這裡稍微定妝一下 我每次定 其實我臉很乾 我根本不需要定妝 因為不會脫妝 我只會裂 不會融化 但是每次拿起刷子的時候 就會不小心 我往臉上一直狂壓 這一次的新品 我買的是這個 然後它的紙盒 是這樣子一個亮面的包裝 這個是腮紅 它的外殼真的很可愛 很粉嫩 然後我們用手 把邊邊的這個推開 這個也不少拍開 這個呢 我覺得是可以直接把那個 棒子點在臉上的 我們在用手拍的時候 它不會有那個 下筆的那個點 特別深 或者容易吃色 它整個可以很均勻的 這樣子拍開 但如果你怕會沾到底妝的話 還是拍在手上使用 我這邊替大家示範的是 比較偏紅的這個顏色 喔 可愛 這個很讚 很可以買 有沒有 很好看 粉嫩粉嫩的 再讓我們上這個蜜桃色 喔 它有一點水蜜桃的味道 剛剛那個比較沒有感覺 很淡很淡很淡 這個顏色拍起來也太可愛了吧 這一邊呢 就是比較基本的玫瑰色 這一邊呢 是帶有一點點螢光的蜜桃色 稍微的偏健康 但是擦起來超級可愛 這兩個顏色如果要選一個的話 我會推薦蜜桃色 超級適合夏天 這樣轉一下皮膚 確實是有比較沒有那麼霧感 摸起來呢 也是比較濕潤的 非常非常適合乾肌 它們還有一個霧面的 霧面框 光澤款 比較偏霧感 但它也不是會讓你整個皮膚 變得像霧面底妝那種質感 就是比較沒有光澤 這個比較適合新手 這個的話 像我剛剛這樣上 我覺得 蠻紅的 這兩個我都蠻喜歡的 然後它有一個長得很像的東西 是這個 它是一個霧面的眼影打底色 一次就買了三個顏色 我買回來之後沒有很喜歡 我個人覺得液態的眼影很麻煩 會有一點 因為你上眼影刷粉的時候呢 你一定要再用一個工具嘛 那我現在先把這個拍上去 把手都弄髒髒之後 我等一下要疊其他的顏色 我還是要再弄一次 雖然它很好暈染 但是如果呢 你不小心沾的太多 另外這眼沾的太少 那就會有一個很明顯的落差 那你就要再一直去疊疊疊啊 補補補的 我買一支這個很可愛的刷子 是要拿來刷腮紅的說 好吧 沒辦法給大家看一下 它上的超可愛的 它 它這一次跟之前的不太一樣 之前粉紅色的這個刷具 它這邊是做實的 然後它這裡這一次就做了很像是 果凍軟糖的這種透明感 很可愛 超級可愛 這種隨身刷 哦 讚 觸感反而沒有之前的那麼好 沒關係 我們下一次才用 不要用的時候 就把它這樣塞進來 然後這個粉呢 比較不會弄到你整個化妝包裡面都是 滿貼心的 現在來推薦一下眼影好了 最有名最有名的 就是它的這個九宮格系列嘛 除了九宮格以外 還有這種比較紀念版的 25宮格的眼影盤 然後上面的話 基本熱門色都在裡頭 但價格當然也是比九宮格貴蠻多的 九宮格的話我目前有四塊 我最喜歡的呢 是這個有點潰胸的這個 它的色號是Dear Nude 它是這樣的顏色 每一個都是打底色 也是一個霧面的殼子 第二喜歡的是這個Musey Day 眼影整體的顏色是比較大地色的 它這裡有一個 可以讓你無限加深的咖啡色 然後淺色打底色啊 深色的過渡色都有 風紅色霧面的外殼 這個乍看之下 跟剛剛那個配色很像 但是呢 它是全霧面色 然後外殼呢 是一個霧面的殼子 玫瑰色的 這一盒呢 是我覺得非常不推薦大家買的 因為使用度非常的低 它的色號是Delight 4 從螢幕上應該就可以看出來 它就是 一整盤閃瞎人的顏色 我日常比較不太會需要用到這麼閃的閃片 就是 就是會有顆粒感 有點像鹽巴 在手上畫的那種 屬於那種閃度很夠 但是也很容易會掉妝的那種 材質吧 透明壓克力外殼的這個系列呢 我覺得它質感做得很好 另外我還要買唇膏 可是呢 它整體感覺就很沒有3CE的感覺 如果是以一個收集控來說的話 收集起來的爽度會不太夠 唇膏我也沒有很愛 這個 很容易卡髒髒的東西 眼影的另外一個系列是4公格 買起來比較沒有壓力 可以多買幾盤 粉質的部分呢 跟它的眼影基本上摸起來 根本就是一模一樣的 就把它填到了一個4格的容器裡頭 那裡面我最最最最最最最 最喜歡的配色是這個 它就是很基本很簡單 可是它可以很濃也可以很讚 而且非常意外的是它這個黃色啊 乍看之下非常恐怖 因為黑黑的一坨 好像大便的顏色 可是它在眼皮上面好好看啊 首選 如果是第二個要推薦的話 是這一顆Side by Side 這個比較偏紅色調 帶一點點紫色調的配色來 一整個帶出門 你不用再帶其他的眼影 其他還有全霧面的色號 我覺得就沒有很必須 那這個是全霧面的 看人家的東西真的很多很多很多 像眼影還有這一種 比較方便攜帶的 但是用起來都沒有剛剛那個 四公格的還要推薦 還有這種眼影棒啊 眼影棒我也不喜歡 通常呢我會先用最淺色的這個打底 讓眼皮可以再更乾一點 然後同時呢也可以提亮整個眼窩 過場我也會上一點 這個顏色先把它鋪滿 然後拿一支暈染刷 也把它暈開 因為剛剛已經疊過了粉 所以會變得更好暈 然後我們再沾一點點 再往上暈一些 用暈染刷往上暈 它會有一個黃黃淡淡的感覺 重複的往下面刷深一點 刷過之後呢 雨粉帶一下下眼影 可以再用這個刷子刷開 因為我雙眼皮折痕很深 然後老了吧 有一點更垂 它放鬆的時候 就會有 還是會有一條線跟影子 有看到嗎 這一條 你會覺得我的眼影這邊 為什麼不把它暈開 但不是不暈開 是我老了 這裡開始垂了 我可以再把它往上一點 換另外一個刷子 眼尾這邊加深一下 下眼線的話 你也可以用雨粉 稍微刷一下 我現在呢 因為沒有眼線 我的雙眼皮阻擋了我作畫 所以等畫完眼線 打好一個草稿之後 可以再來繼續加強眼尾 最後就是刷上這個 黃金色的這個 我超愛這個金色 畫完眼影 打開眼睛 看不到了 什麼都看不到了 沒關係 反正化妝就是自己開心就好 不要管別人怎麼說 那我們再來畫眼線 眼線我今天用的也是 3C一加的眼線膠筆 但是我覺得這個眼線膠筆 普普通通沒有必要入手 因為它不防暈 我的眼皮皺褶比較多 所以我其實不太適合用眼線膠筆 會比較阻礙 然後面眼尾用眼線液補了一點 再讓我們直接 再做最後一點點眼線上面的 範圍的加深 我最近出門都不刷睫毛膏 欸不對我最近都沒有出門 對我沒有3C的睫毛膏 好那就算了 嗯哼 犯過自己 現在要來選唇膏了 太困擾了 唇膏真的很多 我目前手上最最最最新的是這個系列 然後呢 第二新的是這個 透明管身的這個系列 那我個人呢 最最最最最喜歡的是這個 唇釉 玫瑰金管身的這個唇釉 它的持久度很好 加上它就算掉色啊 吃掉東西之後呢 那個唇妝效果也不會很醜 算是比較偏 沒那麼乾的霧面唇釉 不管是暈染還是薄擦都很好看 這是我目前3C一家最最最最喜歡的唇部產品 那我今天還是用比較新一點的好了 我們來用這個 來擦一個NUDE的SIM 這個比較淺 所以我待會可以再疊一個顏色 有一點creamy像奶油的那種 霧面唇膏 就是非常非常的霧面 擦在嘴巴不會不舒服 還是會有一層覆蓋感 我有一點點忘記我上次說不喜歡它的原因 還是我根本沒有說過 不太記得了 但是目前擦起來呢 這個顏色上在我的膚色跟嘴唇上面是很好看的 它也蠻適合做唇型擴展 它的飽和度很高 那就來欣賞一下我們3C全妝畫出來的感覺 眼睛迷人又放電腮紅 可愛又俏皮 嘴唇軟軟又Juicy OK嗎 我今天超冷靜的 冷靜到我剛剛可以講出那些台詞 加上一些適當的稍首弄汁 好像有說過要再上一下Stay Away 酸一點的這個色 一點點而已 嘴唇太薄了 你把它疊得很明顯 好像看不太出來呢 現在嘴巴上面有點太厚了 回顧一下我們的底妝 我覺得底妝很讚 像在我的臉上完全沒有展露任何的缺點 那也有可能是我最近傾勞保養的成果 但是柔霧感的還蠻明顯的柔霧 然後沒有光澤 說到這個光澤 還可以再來上一盤 打亮盤 這個三色 這兩個是打亮色 這個是算是有一點點偏腮紅的打亮色 閃度很夠 也蠻綿蠻細的 這個我很少用耶 其實 因為我忘記了 我完全忘記有這一位 那這樣臥蠶也可以順便畫一下 讚 眼紋有點深 等一下可能會卡進去 撐起來 撐起來 可能自己拿很好看耶 如果你今天畫的是比較粉嫩一點的妝 你還可以用最後這個顏色 然後一樣呢 刷在有點靠近睫毛根部這裡 這樣子 丟丟 就會讓眼睛看起來快哭快哭 楚楚可憐 有沒有 蠻可憐的感覺 好像也還好 再來上中間這個直接刷在臉頰這裡 剛剛那個腮紅其實 其實蠻亮 哎呀 我好像摸到了一塊 打亮 因為剛剛 在手上 他都不管了 閃喔 我這裡有一個凹線 有沒有發現嗎 這裡好凹 那裡凹那裡凹的 膠原蛋白就是會從各個地方消失 它是珠光色 然後帶有膚色 所以跟皮膚結合起來不會太突兀 很好看 你看 這兩邊閃的跟什麼一樣 給它衝出螢幕 有嗎 這個 眉骨側邊 沒什麼位置了 還是可以刷 在我的鼻頭 我鼻頭這裡 有一點網美 所以那個 亮亮的地方很不好畫出來 哇 鼻子 哎呦 怎麼樣 你要來入鏡一下嗎 來 我們來看看 是誰的兒子這麼帥 哇 哎 順便拍個封面照 有需要這麼厭 什麼 你真是這麼香香的 有木頭的味道 時尚的 我們來個時尚的 你時尚一點 那我後半場 不知道為什麼又變得很奇怪 因為3CE的彩妝品 其實跟妝櫃差不多價格了 所以呢 希望這個影片呢 有 稍微小小的 幫助到大家 好吶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哦 如果大家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 那不要忘記幫這影片按讚留言 訂閱加分享 如果大家想要追蹤我的更多 即時動態 我的Facebook Instagram 還有微博 都歡迎大家加入哦 那我們就下次見啦 拜拜 我今天就不知道